如果我要選一位議員的話 我會選擇公民黨的楊岳橋 這樣說不是因為我們還說 是否燒不燒他 是不是dead body等等 而是說 我覺得楊岳橋先生 其實是象徵著民主派裡面 一種不願意承認現實的思維 我們說公民黨 肯不肯承認法治已死 這個是過去這麼多區的論壇 一個很主要的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問 是因為我們希望公民黨 可以跟我們一起認清現實 現在無論是法治 還是議會 我們都說 已經不是跟著他的規矩 他就會拿到我們想要結果的時候 2020的立法會 我們的現實就是 今時今日 有國安法之下 很可能正常的議會抗爭 譬如是拉布 都是違反國安法 所以這一場初選 我認為選民是可以選擇一些 即使面對國安法的代價和威脅 都會繼續議會抗爭的議員 到底我們說局 就是中共設定出來的局 現在在黨安法之下 其實就很清楚 在整個香港的層次來說 他就是說 中共憑黨安法 去消滅香港的反對聲音 他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令國際社會 甚至是本地的社會 都體驗不到 我們反抗的民眾 民意的規模 究竟有多大 而在議會裏面 其實他是很需要立法會 維持一國兩制 正常運作的假象 他容許反對派 存在在這個議會裏面 但是他不會容許 他們做一些不可控的事情 那我們是否只可以做 可控的反對派呢 尤其是在黨安法之下 他現在呢 我們看回條文 是很有可能 連一些正常的議會抗爭 譬如是拉布等等 他都會說你 阻止一個政府機關的運作 可能會觸犯國安法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初選 選擇的可能就是一些 可以承受這個代價 或者風險 繼而要繼續議會抗爭的朋友 這個就是所謂的破局 至於在議會裏面 可以怎樣抗爭呢 過去大家是見到很多 民工、武鬥等等的場面 但是我亦都認同上一次論壇上面 陳志全議員所說的一句說話 就是其實民主派 在議會裏面做盡未呢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譬如財政預算案 我們看看入修政案的議員的比例 你就會見到 其實某一些議員 他是一枝獨秀 譬如陳志全議員 曾經的歐樂軒議員等等 但是其他的議員 其實他入修政案的數量等等 都是未如理想的 我自己覺得 所以在議會裏面 其實民工、武鬥 我們仍然是有空間去嘗試 這件事是我會盡力嘗試的事 為什麼這場運動 和之前的民主運動 似乎所達到的高度是有所不同 我們現在經常都說 街頭、議會、國際 甚至是文宣、黃色經濟圈等等 所有戰線都是缺一不可的 所以我們看 假如成功爭取到35加 到時那個沖線的 或者達到成果的 是不是一定是議會呢 很可能很多朋友 正如Mo哥所說 其實現在在立法會裏面 就算你有主導權 就算你是過半 你都只是有一個否決權 而到時 政府其實 需不需要用到國安法來繞過你呢 還是他用一些過往我們已經見過的DQ等等的方法 已經可以破35屆的功呢等等 所以35屆絕對不是這場議會運動的終點 而這個議會運動 譬如最近受了不少外國媒體的訪問 為什麼議會戰線我們必須要打 必須要守五可以打輸呢 其實對國際戰線來說 議會始終是一個最有認受性 拿到主流民意授權 一個最容易看得到、看得明白的平台 那對外國的朋友來說 其實他們怎麼知道 究竟香港人還知不知道這場運動 還是當中共的大外宣不斷地說 香港人自己都不支持 黑暴等等的時候 我們怎麼可以反駁這些言論呢 國際線的手足 如果我們本地這場戰線 我們沒有一些能量給他 我們沒有一些東西給他握手的話 國際線是很難推 所以議會或者選舉 為什麼這麼重要其實都有這個成分 另外我自己覺得 剛才問我問題問的問題 其實比較specific 就是說到底民主派 在國安法押警的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算達到35街 他都可能繞過立法會 那我們有沒有對策呢 但是這一場運動裡面 我覺得就設計一個想法就是 某一條戰線 他達到某一些目標之後 我們就可以靠他了 所以議會戰線 它絕對不是這一場運動的終點 我覺得今次為什麼議會說 要是一場全民的運動呢 也不是說選民投了這個票之後 那個議會一定可以幫你爭取到什麼訴求 我相信今天仍然相信這件事 仍然說這件事就是在說謊 所以議會其實他今時今日在這場運動裡面 那個作用不是在於他可以幫選民達到某些訴求 甚至可能民主派有些朋友仍然在說 是否我們拿了35街之後呢 政府就可以被迫要去實現一些他以前沒有實現到的承諾等等 我覺得抱有這個幻想可能是不太適宜的在現在 所以我相信立法會的議員他到時進去 其實他是應該要用盡一切的方式 去繼續議會抗爭繼續施壓 但是與此同時也都是要靠選民 在譬如立法會議員被人怎樣去對待或者DQ的時候 要做最堅強的後盾撐住議會戰線的空間 其實今時今日我們看到 特區政府是以為出一份聲明 有些京官說說說話 甚至是一些在特區完全沒有官職的人放下風 那些就會成為法律 成為我們必須要遵守的共識等等 其實我們看到光時這句說話 昨天他出了一份聲明 就好像突然頒布了一條新的法律去定義他 但這個明明是我們這場運動非常核心的精神 他亦都只能夠由人民去定義 進入這個議員入罪的年代 我們這個時候其實可以參考一下大陸的維權抗爭 當時他畫了很多紅線 然後那個軌跡是怎樣的呢 首先他畫一下紅線 大家不敢說 用幽默來應對 慢慢慢慢 但是如果我們的底線越退越後 越退越後的話 其實我們是未必可以等到所謂重光的一天 所以現在如果是支持這場抗爭的朋友 我們盡量盡量不要退 請你來看看 我們可以按一下 我們就等到這間的照片 我按一下 好,謝謝你 我們要不要再歐